2018好莱坞国际青年电影节 在洛杉矶完美落幕 颁奖盛典于12月16日晚 在好莱坞隆重举行 300多位好莱坞的编剧 导演 演员 制片人及电影投资人 经纪人出席了颁奖盛典 好莱坞大道上 欧洲古典建筑风格的方达剧院 红地毯上星光熠熠 明星会翠 我们搭建了一个平台 希望年轻人在这里启航 走向好莱坞 走向好莱坞的梦想 好莱坞电影学院院长Robert E.S. 指开幕词 好莱坞电影学院的孩子们 乘上舞蹈《阳光假期》及墨西哥舞蹈 麦克·杰克逊的模仿者 吴依同学一曲Billy Jean 精彩节目吸引观众 Synthia Rothrock Sasha Mitchell等六位好莱坞明星 获得好莱坞电影学院授予的终身教授奖 嗨 my name is Saeed Faraj and I'm one of the main leads in the film Green Zone opposite Matt Damon I came over here to definitely I'm one of the VIP to give support to the new youth and it's going to be a great show and I love all of you and by the way happy holiday to each and everyone of you and I wish Hollywood International Youth Film Festival a complete success and I wish Hollywood International Youth Film Festival a complete success hi everyone I'm Kristen West and I'm wishing the Hollywood International Youth Film Festival a tremendous and complete success 本届最佳短片女主角獎为电影传承的周晨仪 北美区最佳短片女主角Cindy True 最佳男主角獎赵小明 最佳导演奖张春和王磊 最佳短片男主角獎Victor Mikkelten 北美区获奖者Steve Jacob 金东旋 Alex Narajnev 丹鸟湖分别或亚洲区欧洲区北美区最佳短片导演奖 Yogo Lordenos或最佳制片人奖 成瑜或新晋导演奖 电影《孩子的世界》 童星董逸玲或最佳童星奖 电影《靖主演》 Jade Pavani或最佳新晋女主角奖 电影《公坦编剧马卫》 囚徒编剧冯成玉或中国区最佳短片编剧奖 莫倩怡王华或中国区最佳短片美术设计奖 云南省花灯剧院拍摄电影《走婚》或最佳音乐影片奖 很荣幸参加好莱坞国际青年电影节 我带了我的团队带来了五部影片 希望他们能有好的参展的效果 然后我希望把中国的电影带到美国 两个国家互相交流 我是来自盛东烟台的演员周承宜 我带来的作品是《传承》 我在剧中饰演女一号 2018好莱坞国际青年电影节 由美国好莱坞电影学院主办 并在颁奖典礼前 举办了年轻人的电影观论坛 好莱坞的电影节 明觉大咖还与来自中国的电影人 就电影与新生代的碰撞 发展与未来展望进行探讨 全美电视台记者采访报道